大家好,又到了兩週一度的左膠診療所,我是有護士 我是左醫師,我們就省下兩個禮拜,真是精彩,有護士 不知道你有沒有打疫苗?沒有,我之前經常說,這是人口滅絕計劃 人體實驗,還有打完最重要的是,死也不要緊,要你生不如死,面坦 是呀,你說得對,最近有26歲的男士,好像是做工程的,即是做地盤 他跑去打科興疫苗,打完就暈倒,暈倒醒了,好像那些科幻 他不知是否因為暈倒,被人弄過,所以歪了,我們不知道 總之看上去好像奇幻片一樣 即是你醒了,沒有了手 沒有了肝,總之他醒了,嘴歪了,他就有點後悔 直到今天為止,大家都知道,打科興疫苗,由年初15開始 直到今天,死了9個人,沒有肺,只死了7個人 很重要的,每次新聞傳出有人死,85歲老人家死亡 平時我們按進去的新聞,下面會有詳細資料,哪間醫院發生了什麼事 零,完全沒有,只有一個標題,85歲老翁死亡,因為武漢肺炎 沒錯,但是他從來都不告訴你什麼事 甚至現在死亡,我經常都問一些人 我說你這麼怕武漢,你可以告訴我上次死亡 武漢肺炎在香港死亡是什麼時候 每個人都說不到,只有一個驚字 其實最好,年初15到今天,你死了7個 打科興疫苗,出事也有9個 出事說是死亡 當然你可以說,不一定有一個直接關係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也可以說,我說有 你又可否證明沒有 還有很多證明都寫了,某些年紀不能打,說了很久 然後過往第一宗的時候,又是因為心臟的問題 很明顯是你高血壓,心臟有事,或是完全不能打 沒錯,但是香港就不是 60歲以上就可以讓他打 其實很少打了現在的資料,據聞就給了中國 是 由中南山先生,他們說據聞就收集了 是 可能遲些有第三期的報告可能會出來了 是嗎 那就多謝香港這班,上了年紀又為國家 為國家捐區 盡心盡力吧,又不要說一定捐區 不是每個人都打到死的 千萬不要被遊護士嚇到 你們外國人士,千萬不要被他們嚇到 對不起,是我不對 對不起,我不對 對,沒錯 你長嘴都很輕鬆 我以為你打哭怒 那些熟女真的不一樣 總之我就一定不會去打 當然是很傻 好了,我又讀一下觀眾的來信 因為呢 阿Biel哥在英國那位 他又說小弟純粹是從醫學角度看這個科興 他說這個科興是死了的細菌 因為它叫做滅活疫苗 滅活疫苗的意思是說 其實就是栽培一些細菌 即是現在所謂的武肺 這些細菌 只不過令它沒有生存 即是令它死了 然後打進你的人體裡 你的人體裡有這個所謂 Immune system 即是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一發現一些 以外來而生補的一些 所謂的細胞 這些外來的細菌 可以這樣說 他們就會攻擊它 製造一些所謂的抗體攻擊它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白血球就打進人體裡 白血球就會認識到這個細菌 以後如果有活的細菌進入身體 這些所謂T3 即是T3細胞 就會知道如何安排去對抗這些細菌 是 他說小弟的問題是什麼 他說 那些死了的細菌之中 即現在的滅活疫苗裡面 是 會不會有十億分之一的未死呢 這樣 明白嗎? 這個也不奇怪的 對了 如果你是做得差的話 不奇怪的 應該是死清的 誰知道有些人未死 那你進去 那你無端端打了武肺進入身體 其實是的 還有 大家要記住 這個疫苗 都沒有什麼證實到它是有效的 沒錯 嚴格來說 沒有什麼證實到它是有效的 其實沒有 是的 你現在所有歐盟 英國 全部未認證 日本 不是未認證 是說明不會承認 是 說明了 所以你打了只可以回大陸 OK 說完了 OK 那阿彪哥沒有說錯 就是說其實有這樣的可能性 絕對是 總之 打疫苗這件事 加上 剛剛 這兩天 大家都知道 連那個所謂的復必泰 是不是 都說有 居民 出現問題 又說蓋子有些問題 是吧 奇就奇在 奇就奇在 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那些 出問題的 不是澳門 就是香港的 全世界這麼多地方 竟然就沒有 出問題的 只是來了這兩個地方 是 其他地方沒有去到 那再奇怪的是什麼 正常來說 如果你問我左醫師 我覺得 就算是 譬如你現在說 有 他現在說有兩個批次 是吧 舉個例子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用一個常理 常識去想像一下 如果你說 譬如我入了十個批號 OK 有兩個批號有問題的 那兩個批號是有號碼的 譬如1144 1143 當然 舉個例子 1143 好了 其實呢 你接了這個電郵 就是說 假設 現在他居民就是說 他說是 復必泰通知他們的 其實你很簡單 你在現場的護士 或者什麼檢查的人 你拿出來看一看 對一對就知道 嗯 這個1143 那不用打這個 就是等一邊 是不是 總之不是1143 1144 就是打 那沒有問題的 其實停也不用停的 是 就算停 如果你問我 正常都是停半天 一天 甚至兩三天 什麼都可以刪除 因為現在所有的 叫batch number 就是批次批號 正常是全部電腦化的 嗯 你按個按鈕 就知道這批東西 在哪裡 傳訪在哪裡 或者去了哪一個 的站 嗯 或者是哪一樣東西 有問題 注射站 就是根本你知道 踢到的來源 踢到的來源 還有去了哪裡 就是你分殺了 譬如1143 原來去了這10個 譬如香港 假設我現在忘記了 好像18個 就是注射的社區中心 去了九龍區 是呀去了九龍區 那你就知道 香港荃灣繼續打 就算九龍區去了 根本你就叫那些九龍區 在現場負責那些 就是護士也好 你明白嗎 鑽射的人也好 或者那些不一定是護士 甚至那些叫做 助理 就是幫助 就是助理的所謂 只是對一對就可以了 兩個號碼 很簡單 為什麼現在旗就旗在什麼呢 特區政府竟然說 暫停打復必泰 直到另行通告為止 因為他連那些東西去了哪裡 他都不知道 這個是不成理由的 如果你做過正常admin 沒有理由的 如果是這樣就很麻煩的 是的 反而我覺得 一來他們真的沒有標準 不知道去了哪裡 而來其實他們都沒有妥善 因為他的蓋打開了 你又不知道 其實他放了一些 什麼細菌 或者其他東西進去 我就傾向於相信 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可能他真的不想大家打復必泰主 嗯 這個我覺得 就是想大家即使為國權 或者混混血管 我不知道 我只是猜而已 我覺得第一個可能性 機會極微 在這個電腦化 電腦化的世界 你說他不知道去了哪裡 其實真的很難以令人自信 我覺得 嗯 好 接下來又說說另一個來信 就是这位叫做Herry Herry C 他说左依斯想我讲解一下 现在左侠最喜欢讲的叫Voke 就是睡醒 类似睡醒 还有The Cancel Culture 就是叫取消的文化 OK 好了 我就等收费时候才讲 这些重要东西 OK 那我讲了 讲一下 讲一点上个礼拜的东西 就因为上个礼拜 我不是讲 另外有一位朋友跟我说 他说在2020年 就是上年的1月31号 OK 有一对夫妇 就在加利福尼亚州 就买了一个屋 就是56万美金 就是大概430万港币 是 你要搞清楚 上年1月31号 430万港币 那和那个业主就成交了 那这两位 这位买这个是一个四个睡房的 一个在Riverside,California 就是都叫是靓区来的 OK 是一些靓楼 四百多万 其实在美国是属于高尚住特区 是 四百多万 就是在香港 当然是很合得 是吧 是 但是那里算不错的 OK 但是呢 竟然到现在都还没交时 嗯 为什么呢 原来就是说 那个屋住呢 成交了之后 就是他说 我等钱花 就是我等着出样 你明白吗 就是那个单位 可能就不止56万 如果正常来说 可能卖60万 他卖便宜了4万 那么对方买家 就很想成交 于是就先给他一些钱 谁知一收了钱 就是那边律师收了钱 他就不交楼 是 那又如何呢 因为我上个礼拜就说 就是因为上次节目 就是说 美国又 后来 Tum Tum就做了一条法例 就是说 因为这个没有费的关系 就暂停了 要一些人就说 如果你欠租 他说不可以赶租客或者什么 走的 你明白吗 他现在用同一个道理 他说你不可以赶我走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他欠 不知道政府 成三万元税 那么他说 我现在没有钱 赶税 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在那里拉脚 那么在这段时间 你想想 1月31号 到现在成年多 都还没交楼 你说你作为一个业主 就是如果你新买的业主 你说你多大事 是不是 就是说一下 这些 就是我们不要经常 都同情一些所谓的 窮人 你明白吗 谁是窮人 谁是有钱人 或者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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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是 有时 未必是 那么容易分得清楚 对不对 好了 接着下来 我想问一下 你一个 都挺有趣的问题 最近 大马歌手 黄明志 那件事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因为他去年 执导电影 叫 你是猪 就是 你 是 你 的 一只猪 内容小 校园暴力 和批判当地的种族政策 就被亲政府组织举报 于是大马警方就通缺他 他今个月14日就去了台湾飞回大马 就去自首了 OK 好了 刚刚 得这么巧 无独有偶 东京奥运会的创意总监 左左木宏 又被揭发 就提出 由身材肥胖的日本审殿下 这个杜边直美扮演奥运珠 就是Olympic 最后的诗字改为 G字 Olympic 就因为这样 就引发舆论语言 被逼 就要辞职 道歉辞职 OK 好了 我想问一下 你又会是 你觉得这个杜边直美姐姐 被人 这个左左木宏 叫他在那装扮猪 你觉得是不是一种歧视 或者 是不是 你明白我说什么 我都觉得有少少的 为什么 其实是不是因为我身材肥胖 所以你就觉得我是猪 因为这位杜边直美 他最近 没多久之前 其实有出了一套戏 他在戏里面 扮凋毡 我知道 你知道 OK 如果我想问一下你 一个女人 如果你很丑 大家知道她不是美女 很明明是丑女 OK 如果我叫你扮凋毡 那又是不是歧视 这个就不是的 就是叫你扮美女 就不是 我意思就是 你说做某些角色 如果你说 剧情需要 我觉得做事需要 是OK的 OK 他也是叫她扮猪 因为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她的外形突出 我叫你扮猪 因为你这个是奥运 代表整个日本 其实是一个很大机会 让人认识你 尤其是今年 日本的奥运 全世界一定会报道 一定会差不多播映的了 就是全世界注目的 如果我是这个杜丁直美 我就第一时间 扮猪 我做 其实我觉得 有点都是那些 叫什么 讲述出来的态度 和那个情况 可以认定 明白 我同意你说 你说得对 如果我纯粹从一个 很严肃的 很严肃的 杜丁直美 他扮猪有卖点 如果这样 你觉得 我就觉得没什么 是的 我不是取笑他 只会说 日本这么多艺人 找谁扮猪呢 如果找杜丁直美 就一定有桌头 兼有 有看头 有代表性 有代表性 又有搞笑位 又代表到日本 而且 令到整个奥运 又加上笑料 这样讨论的方式 很严重 他说这件事 就没事了 如果你说 反过来 当然 扮猪一定是 找杜丁直美 他这么肥 或者 配合他的外形 这个就会有点 因为杜丁直美 听完这件事之后 他又一直说 我很不开心 有人说 找我扮猪 总之就是歧视 奇不歧视 就很难说 我们都说 香港肥肥 一直都被人说肥肥 又没有说他歧视他 他从来没有说 被人歧视他是肥肥 因为一个艺人 我觉得 其实 我说 我叫你扮美女 与你扮丑女 是一样的 其实严格来说 你也可以说 喂 导演 你讽刺我 你为什么叫我扮美女 绝对美女 你叫我扮林青霞 是不是 歧视我 对不对 好 请大家给一张照片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位 杜丁直美 扮猪的照片 右边那位 就是杜丁直美 其实 原来 网民就发觉 原来他之前在电视上 曾经是扮过猪的 嗯 好了 回来 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说 喂 为什么当日 叫你在电视上扮猪 你又OK 又不觉得是歧视呢 嗯 但是现在人家这样说 现在这样 对 现在人家又说 你 你很可憐 我歧视 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同意你说的 可能当日 没事 纯粹一个艺人 叫你扮猪 扮猪 扮狗 扮狗 是不是 鱷鱼叫我扮狗 我也要的 对不对 老实说 受人二分四 没办法了 对不对 我不会牵涉到歧视 这件事 对不对 那么 男人老狗 扮狗 也不会 对不对 不要问话 对不对 不要每样都牵涉到歧视 为什么呢 稍后第三节 我回来会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为什么呢 最近在我国 尤其是美国 发生了这个所谓歧视 华人的问题 千万不要 胡说歧视 因为如果你胡说歧视 只会邀请 引来更多的歧视 更严重的歧视 OK 好了 稍后再和大家 聊天